虹中出口 宝极高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戒信 一切唯心造 阿弥陀佛 今天加了这一句记子 刚好也是因为因缘要讲弥陀的四十八愿 所以讲到四十八愿时 一定要先跟大众先要让大家了解 整部弥陀经就是 本来就是在大决心体上的唯心法门 要是行者不是此心 再说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都变成了前人的心中所发的愿力 就与大众都没有相干 大众就不相干 所以讲到阿弥陀经 就很多人他就会怀疑到底弥陀发的愿力 要趁此愿力或是但念弥陀的名号 是不是就能够真的就能够往生西方 所以光听如是的因生就知道大部分的一切人 都是在什么在相上着相说法 在相中不断的执着在里面体会 假如行者但要适得此心 知道原来诸佛所说的一切法门 都是从心中所导引的 就是一切都在建立众生佛之之见 目的就是让在众生心中开佛之见 这个佛的之见就是什么 就是建立你那个根本本来的 本来的心中的 本来的妙明的气氛妙明的智慧 就是开如是智慧而已 你要是真正知道是心中的智慧 那你当然相信这一念心中对应的种种佛号 就对应的种种名相 那心中因为这个长到这一念心 就长到这个佛性就是大决 决心面对种种名相时 他所启发的种种名相之中的 那一切心中的导引 那当然全心就是什么 就是现前的名相之中的种种庄严 因为决心在名相当下 其实全体都是心 心在用处叫做名叫做相 那其实全部的名全部的相 都是一心所建立而已 你要是真正懂得这一心之中的作用 见到一切名相当前 你知道都是心中的本来的面目 那当然就能相信一句佛号一句佛名 你就能够什么能够真正能够往生西方 那个往生西方是心体的真正的当下的里纳 那个往生西方是现在心中根本的纳寿 那是真正的西方 所以佛陀四十九年 释迦牟尼佛讲了四十九年的法 就是在接引众生这一列灵明的心性 那一列灵明的心性我们平时都在用 我们今天之所以沦落在凡 沦落在凡尘 也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抓着凡情的名相 在大决心体面对如是凡情名相时 所映托出来的凡情的境界 我们却把这个凡情的境界当作是实 所以永远就开始流浪在凡人之中 在一切众生的感受当下 其实你能够感受到众生的感受当下 那都是决心所显 都是一切微信造 就好像镜子 它就是如实脱险是黑是白 它如实现色而已 现凡现胜就是大决心 替如实现种种境界而已 只不过在现凡现胜之当下 我们又现了一个心 哪个心就是执着 那个就是我 从此以后不肯认 本来面目那个心 那一列心不肯认 都是你决心脱元所限的 你连不肯认 你都不是你心能做主的 都是决心 是由现在的习气所映现出来 那个影像的映现而已 你要连不肯认 都知道都是决心所限 那当下这一念不肯认 当下就能反谱归真 就能够回到你本来的面目上来 所以就是要 在一切的众生的念头上面 念念去知道 原来都是一切根本心性所做 那当然一句名号 一个世间的庄严 一个世间的假象 你都知道他代表什么法 你都知道他能够为你 启成什么样的世界 那这样的人 这一面心 他看到一切名相之时 都能够启发心中的智慧 这个人永远活在这个 心性当下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主讲的 当下西方 所以不单是在一句 阿弥陀佛圣人的名字 你因为决心练故 就好像我常常讲的 批语大决心性 像一面明镜一样 镜子照到白石 整个镜色就脱陷 整个镜体就脱陷了 就是白色 它不单只是如此而已 你的这个大决心体 能够印得这句佛名当下 那当然 举心 举体都是圣人的气氛 但是这个圣人的气氛 古德讲 连圣人气氛都不足 知道是什么是圣 什么是凡 再凡再胜 能觉得那个心 从来清静不动 它非凡非圣 它能够知凡知胜 那才是真正的上品上神 它是根本的大决心体 它本来面目 但是在这个非凡非圣 它虽然就能够 献凡献胜当下 你一定能知道 心中就有如实作用 它一定能够如实脱险 它也不但能够如实脱险 它还能够如实硬线 就是你知道能够如实硬 就相应的硬 现前的现 能够这样子如实硬线 你当然相信一句佛名 但要撑得起如是佛号时 你那个全心都在如是圣人气氛中 所以行者见这一面心 念念都是在这一个心中的力量上说修行 他相信心中就有如是力 他相信心中就如是相 他就像法华经中所讲的实辱一样 他知道心原来就是如是的本末 究竟 所以从此以后 他知道假借圣人的名相 圣人的名号提息自己 但他用圣人的名号提息自己时 他用的是佛号 所以他用了这句诸佛的这个庄严的这个圣号 当下他不但能够转他现在的烦情 具体烦情全会全会变成圣人的境界 他还在这句佛号圣人的境界里面 他更超越众生一般凡夫的众生意识 他能够在圣人的境界当下知道 自然能够既然能够由凡转胜 然后由是能够照凡 那自己的根本的大决心体 他到底是胜是凡 从此以后 他能跳开成时间的所有一切作用 半径时间的一切圆景变化 是胜是凡清清楚楚 这个人才真正叫做懂得西方 他是真正懂得西方 所以先要告诉你那一切唯心照 一切唯心照 一定要相信就是这一面心 一定去得了西方 就是这一面心 过去我们坐在凡情当下 不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凡情的名相 所以流浪在如是凡情的夜感势力里 那你说那个夜感 佛门都说夜感都是虚妄的 夜感从哪里来 夜感就从不断的积息中来 什么叫不断的积息中来 你每天就在这边不断的这样的熏息 你每天就在这边有六根染造六成 在六根不断的浮着于六成 就在这边不断的映现 就好像镜子 你永远一直照着黑 你当然一片进体之前全体是黑 那叫积息 积息虚妄到什么 你只要换一个方向 那积息就全消 为什么 因为就是刚刚那句话 一切唯心照 因为你能够积息是现前所随缘所应托的而已 但能够现出如是因缘缘起积息的还是什么 还是你本来的心体本来的亲密 那一念是从来不变 所以你不要怕积息的深厚 积息的深厚 只是众生如死水一般 只会积在过去的夜感的感受里面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调适而已 但要知道调适再深厚的积息啊 他也不过就是什么 随你一瞥那积息全消 就大决心体 你只要肯于去担当 就积息全消 所以能够有如是的心中的体会 那个叫做信愿行中第一个信心先前 你从此以后相信心中有如是本来的心境 从此以后相信心中本来就有诸佛如是智慧的作用 这个人他当然就会用尽一切方便 为自己做种种巴基 他当然不可能还在沉迷在过去的烦情的积息上 所以他当然就会调转回头 面对就是圣人的气氛上 那当然那一念气氛就是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他当然相信就在这一念之中 大决心体照到圣人的名字当下 因为大决心体既然称之为大决 所以一个名字给他当下 名字不但有名字的决照 你决心照到名字的决照时 大决心体更能够显出如是名字的决志出来 从决入决 从决照决 再决能够环馈于决 法法都是由如决而应决 这就要知道一切唯心造 知道一切唯心造 所以我们都知道念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所以有的人还在怀疑 这一句话这句佛号真的能往生吗 他讲的是像 他说的不是心 他不但在家人能够如是说 现在有很多出家人也如是怀疑 所以这也就是什么 这也就是平常在修行时 可能真正念念之间 不是在心中去维系思维观察 你要是真正在心中观察的 就好像世间的学者 他都是在心中为自己计量的 他当然相信面对的都是名相 但是名相之中能成就的是心 他当然在这一念能成就的心体上 他当然知道这一句名号给他 只要心中能够跟这句名号相称 什么叫相称 就是如是的名号 能够映现在他心中 如是的心体 能够老老实实的照现 如是这句名号 心中就是这个名号的气氛 名号就是心中的根本的面目 讲到这句话就是什么 就是拿心来印 就是印章的印 拿心来印 你都知道拿心体去印的人 他当然相信一定往生 他当然知道世间的一切名相之中 是怎么样成就众生世界 其实这一切众生世界 过去的积极 哪个不是你心中的什么随缘 随缘的壮严而已 他所以还不错 哪里有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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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